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范例2 复习范例2 这是一个让我们算算合力做工的范例 将质量10公斤的木块置于斜角θ 每37度的光滑固定斜面顶端 施以平行斜面方向的外力M 使木块沿着斜面等数上于10公尺 木块的受力图如图所示 其中N为正向力 Mg为重力 那重力加速度g是10 那请问以下的内容要怎么算 那我们把一些关键字画起来 等数 那么这些就是重点 第一题就很简单 因为它已经 题目已经告诉我们它是等数了 所以等数度就是没有加速度 那我们知道合力会造成加速度 那既然没有加速度 那就代表说 没有合力 没有合力的话 那就是合力是0 所以合力是0 那合力的做工 做工的公式 就是力乘上位移 那么我们合力的做工 就会是合力去乘上位移 那因为合力是0 所以做工就是0 所以第一小题就算完了 那再来第二题呢 他问的是外力 这个外力的做工 那外力是多大呢 外力是多大呢 不知道 外力是不知道 但是可以算 怎么算呢 因为合力要是0 那我们取一个坐标 是 沿着斜面叫X 然后垂直斜面叫Y 这个方向叫Y 沿着斜面叫X 那我们会发现说 因为合力要是0 所以XY方向的合力 也都要分别为0 所以X方向 X方向的合力也要是0 所以F就会等于 我们这里会把NG分解 分解为 分解为平行斜面 平行X轴 以及垂直X轴 然后分解的时候 就分解成这样 然后分解成NG平行 平行是平行这个位移 以及NG垂直 然后因为合力是0 所以X方向的合力是0 F这个外力F 就会等于NG平行 那NG平行呢 其实就会是NG sine 30度 37度 NGsine 37度 所以结果就是 10乘以10 再乘以5分之4 5分之3 所以结果就是60 牛顿 那这个力的做工呢 就是 这个力 去乘上位移 这个力是60牛顿 位移10公尺 所以结果就是600 单位是焦耳 所以这个第二小题也算完了 那再来第三小题也是一样哦 第三小题 因为合力为0嘛 所以 Y方向的合力也要是0 所以Y方向的合力呢 是N 正向力N 必须要等于NG垂直 所以 NG垂直又刚好是 NG cos 在37度 那结果就是10乘10乘5分之4 所以结果是80 牛顿 可是这个N和位移 位移这个10呢 是垂直的 对不对 N是垂直与珠 所以 正向力不做工 那正向力做的工 就是0 所以这是第三小题 再来第四小题呢 重力的做工 重力的做工 我们可以这样子 把这个珠分解 把这个珠分解 就如我们上一则介绍做工的定义的影片 我们如果遇到斜面的情况 我们比较喜欢把力量保持住 然后分解是分解我们的位移 好 那这样我们就分解了位移了 分解出了珠 跟重力垂直的 以及珠跟重力平行的 我们要看是重力哦 是重力 重力 是跟这个珠平行 平行 那珠垂直是跟重力垂直 所以我们要的是珠平行 那珠平行其实就会等于 珠的赛 赛的七度 对不对 好 所以 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 重力的做工 就会是 F 乘以D 那结果就是 Ng 这是D 然后去乘上D平行 所以是 所以是NG D Sine 37度 所以结果是 记得 这里要是负的 因为 事实上 事实上 NG 和 珠 NG和珠 事实上是夹一个锐角 夹一个盾角 所以它其实不是37 它应该是 90 再加37 所以是 Sine 90 加37 所以是 Sine 90 加37 度 但是 前面要加负号 前面要加负 那这个就是 只能直接从图形上 来判断 图形上 因为我们的 亮绿色 亮绿色的部分 是一个盾角 所以 它是 力是向下 重力向下 但是珠平行 珠平行是向上 所以它们方向相反的话 就是做复工 或者呢 你也可以写成 NG 去 Dot 珠 那就是 NG 珠 cos 那这时候 就真的可以直接带入 90 加37 度 那一样会得到 上面的结果 那总之呢 这个部分算出来 600 就会是 负的 10 乘以10 再乘以 珠也是10 再乘以30 37 5分之3 所以结果是 负的600 交2 那最后呢 第五题 它希望我们 把这几个 做工全部加起来 看看会不会跟 合力做工一样 第五题 我们就来算算看 它希望我们把 外力F的做工 以及正向力的做工 以及重力的做工 全部加起来 那外力的做工是 600 所以这也是600 正向力的做工是0 正向力做工是0 而重力的做工是-600 重力做工-600 所以加起来就等于 就等于0 那事实上 这就等于我们 一开始的 合力做工 就等于一开始的 合力做工 所以 这一题的最后一题 第五 小题 它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 说 个别力的做工 加起来 就等于合力的做工 其实写成式子的话 是这样的 F1 DOT Z 加F2 DOT Z 加F3 DOT Z 那 这三个是个别的做工 但是呢 我们同时可以把Z 取出来 提出 就会变成 F1 加F2 加F3 然后 括号 DOT Z 这样子 那 左边 等号左边是 1号 F1的做工 F2的做工 F3的做工 加总 但是右边的 则是合力的做工 好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分开来算再加起来 跟你一开始加起来再算 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把力量分开 然后个别算做工 个别的力 算完做工 再加起来 跟合力 来算做工 是一样的结果